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今天港股繼續在低位那裏牛皮珍詞 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 梁峰有信 在未講這個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全日恆子跌了46點 收報23649 成交只剩下583億 反映出很牛皮、觀望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星期一的時候 恆子高開在24133的位置 全日最高位高開一路跌下來 當日小弟講的視頻的時候 用了這個題目叫一葉之秋 那我就說,你見到樹落葉就知道秋天到 看到市這樣升不上去 從頭跌到落尾 你都擔心 一葉之秋知道有些寒意 今天接著這樣說 梁峰有信 怎樣是梁峰有信 其實這幾天港股 一路逐級逐級的調整 雖然未正式轉淡 因為守住 圖中所見的綠色那條線 大概23,600區 如果你要拿盡一點 就是23,570 到23,581 23,600 心理關口 不要緊 大概23,600區 這個位置 還未失手 不是說真的立刻轉淡 不過有些良意 梁峰有信 有些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想轉淡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外圍 先看道指 昨晚再創新高 為什麼要用矮呢 就是因為人家的創新高 不斷的資金流向他那裡 買了上去 香港一直不升 上證指數 浪住在上高 今天下跌過 不過最後都是收升的 都是升六點的 你看他守住 2400關 或者2390這個位置 沒有太大問題 就算跌穿2390 都不是一個大事 因為下面還有280 除非跌穿280 否則不能言淡 上證指數 OK的 外圍美股OK的 港股一直是這麼 所以大家要小心 打升12分精神 如果跌穿23570 23600區 恐慌又要轉淡 好 大市是這樣 個別股份 現在其實是個別發展 有些是好 有些是淡 我們看看個別股份 好過了 好像中移動一樣 內地電信股 相對做得比較穩陣 你都見到它是96元 如果它真的會回調的話 這些股份可以考慮是吸納的 中聯通升幅就沒有那麼大 即是衝景發牌 相對兩者來說 中移動可能是好少少的 真是強的 國企指數成份股 好像中交建 一直是衝上去的 大家都知道 中國版馬歼爾計劃 或者是一帶一路 一千億的基建計劃 這些股份受惠 另外390元其實都是衝上去的 兩隻都不錯 1186元都不錯 但有些股 暫時真的要觀望再觀望 例如是豪島股 今天影響整個大市調整 金沙跌了4.6% 銀魚也跌超過3% 你見到金沙連續第四日陰燭 已經跌穿了10月27日的低位 這些是弱勢的 另外 今天聯想公佈完業績之後 大插5% 其實他未有5%跌幅之前 之前那幾天都是陰燭 反映出上高的11.6% 這麽常開水平比較大 今天大成交跌下去 看看收不收得到10元邊 收得到也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10元邊畢竟是之前8月底 和10月初的低位 守得住也沒有太大問題 如果收不住的話 又是要避其封 今天分析到這麽多 多謝大家 便衡